大家好,6月26日,星期三,今天出街一定遲 上午很早,今早已經做了差不多4個小時 8點多時起床 因為我要幫我老婆去灣仔做些事 所以我很早就... 差不多未夠...當然不算很早,一般來說 未夠9點我就出門了 去到灣仔搞定了 接著就立即踩到太子 我大約是 11點前左右 即是到太子 其實這次給我感覺 在中國 真的少了很多人 因為一般來說 太子那些大街,10點多時已經有很多人 我住了20多年,你不要跟我爭論 但是這次我看到很多舖子都刺激了 第一個 第二個真是沒有什麼人 我想最少比平時 我猜是少了三分一人 比較有些蕭條的景象 以往不是的,以往疫情之前 一般來說 我也會放假的 你差不多平時10點半左右 大街上太子已經是 相當多人 但是 今早 我看這麼少人 我還以為現在很早 不是的 都差不多11點 現在的情況 跟特首李家超說的 撿10間就開16間 我完全看不到 我完全看不到 另外 可能去灣仔也是比較早 差不多10點多就做完 怎樣說呢 可能是上班時間 大家知道合和中心 附近的 上班族也不多 10點多的時候 有些人在這裡走來走去 反而熱就不是很熱 早上是穿短袖 就不是覺得很熱 但是你說反而 現在回家 現在錄的時候是下午1點半 如果不開冷氣 就真是受不了 大家看到我們的封面 你看到這個急症和悶診 很快就會有 做三個月的諮詢 我估計很快就會加價 反而 藥方面 大家知道中國 醫藥分家 香港暫時 都未必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 很多你會拿到的 都已經是中國的藥 即是Origin 不是來自 即是我說不是配方 是製造的藥 很多已經是中國的藥 相對會便宜一點 不過質量又如何 我就不敢說了 急症和悶診 我估計家福應該是相當驚人 我們之前報道過 盧寵茂昨天接受訪問 沒事的 他一定要合理化 合理化 為何可以加價 他不可以經常說 這麼多年都沒有加價 市民有交稅 對不對 市民沒有交少稅 我先次聲明 我現在還在交稅 市民沒有交少稅 是你們那些 高官 今天 你還 明年年中 就要發千多億的債 是用債來出糧 你不肯減工 市民現在已經是 差不多 差響性 差不多是 電費是沒有補貼 是的 很多已經是沒有補貼 我們交差響 地稅一向都沒有 我們交差響就知道 你電費都知道 差不多第一季 只有那幾百元 接著就沒有 變相加價 盧寵茂為了要令到合理化 因為香港急症室太便宜 太方便了 養成香港人 假期就去看急症的習慣 我真是想交叉你的蘋果橙 大哥 你假期 老實說 私家醫生又不開 一般的市民 我想問一個簡單問題 流鼻血算不算是急症 你可以說不嚴重就行 你說嚴重就行 市民是不知道的 好了 小朋友 發燒 假期 算不算急症 老人家跌倒 那又算不算急症 老人家很多事都有急症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這班大吃懶 坦白說 又方便又近 當然看急症 好像錢是他 那些錢不是你的 那些錢是香港市民的 政府不會賺錢的 大家明白嗎 政府不是一間廠 政府不是一間廠 政府是不產生的 那些錢是 他是Serve香港人用回香港人的錢去做 那些錢不是你的 現在盧重貿好像說到那些錢是他 你自己先顧好 你之前在深圳那間廣大 剛剛連年都虧本 你還敢說香港人浪費你的錢 我想問一件事 剛才我說了 那小孩子發燒是不是急症 如果去瞞診 等七八個小時 燒到瘋了的話 我想問一件事 是不是你盧重貿責呢 稍後他有說 如果罰醫生就不好 最多影響他的心理 這些我們談吧 醫生就不會罰的 大部份都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因為我們都會說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看一件事 別人美國 英國 我朋友去了英國幾年 我朋友美國 這件事別人對於這些 無論你輕症重症性 都是一流的人的服務 一流的真的是一流的 你看看這麼久 英國 美國 別人那些 醫務部的部長 有沒有走出來說 你的美國人 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經常去emergency 一句也沒有說過 不會說的 你看看英國有沒有 是我們特區政府天天說 錢來的嗎 錢是香港市民的 對不對 我沒有交稅嗎 我二十幾歲交到我現在就是六十歲 對不對 那間 那間屋租出去的豆腐准那麼小 差不多一個月租金交給你 一年裏面 我沒有交稅 我好少看急症 但是老人家和小孩子 是不是應該要看急症呢 假日 對不對 他即使看急症也正常 他也要交稅的 他爸爸媽媽也要交稅的 不是這樣說話 大家住在英國 住在美國 甚至住在歐洲英國 澳洲 不要說 不要說美國英國 澳洲 日本台灣 有沒有那些醫務部長出來說 你那些小孩子 浪費了政府醫院 資源 去看急症 沒有的 從來沒聽過 是香港才會說的 他又不知自己多少錢一個月 那麼糟糕就行 我進去再吵架他 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 後備時事文圖Patreon 年紀下面就是6元 美金一個月 今早港股 也不用什麼說 跌 跌7點 啊 早上早 下午跌7點8點 上午升幾十點 現在的恆指是18,066點 成交很小 572億 鑽石狗組合 就232% 昨天的 道指就跌成300多點 差不多400點 納指就升200多點 暫時都是不同步 美銀就113% 提提大家 現在的人民幣已經是7.27 即 我估計離岸可能7.3 即人民幣現在是跌 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網上看到 就是阿俄爹 即普京那裏 就不斷扔你的人民幣 甚至連伊朗 你跟他交易賣 他都扔你的人民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的人民幣 即他不理你什麼原因 簡單說句 俄羅斯 勞布腰斬了 腰斬完之後再腰斬 那麼人民各個什麼呢 即 很坦白說句 你的人是最誠實的了 你說到怎樣討厭美國佬也好 你儲什麼 儲美金 是不是 你看看無論現在伊朗 無論你現在俄羅斯 甚至是香港人 你這麼討厭外國勢力 你看看那些高官 可以換到的錢 他們持有什麼貨幣 英鎊 歐羅 人民幣 英鎊、歐羅、美金 甚至 很討厭這個日本人 中國剛剛蘇州 有 一對日本的母子 但是 大部分的中國人 都去日本買東西 這麼討厭的 你看看建制派那些 天天罵夜罵 要外國 釣魚島支持 然後他就傳 他假期就去 日本買東西 那些人是這麼討厭的 那些人是什麼人來的 這麼討厭的 你在立法會裏面還是外國 有一天出來立法會 說電燈著鬼 老婆 晚上去機場 我們飛這個 飛這個東京 是這麼討厭的 這麼討厭的 就是這樣 我懷疑那些中國人都是精神分裂的 包括現在立法會那些官都是精神分裂的 他 就好像 有個自己 掛著一個鬧鐘 立法會 立即外國 一出來 漏氣 不是了 我們要去日本 我們要去 外國的月亮就特別圓 這麼古怪 人格可以變成這樣 你這個人都精神分裂了 對嗎 對嗎 中國人是 我 少見到世上有個這樣的民族 真的 我少見到世上有這樣的民族 是不是 我又不喜歡這裏又不喜歡這個國家 咦 怎麼不是啊 家裡的東西 全部都是日本的 是不是 你的電視是日本的 你的手機很多零件都是日本的 是不是 你不喜歡美國 喂 你現在用很多東西都是日本的 都是美國的 你現在很多吃的那些血壓藥 那些偉哥 他原先的配方都是美國的 是不是 你現在的手術機械人 你現在做的AI 你用的WiFi都是美國的 但是他很不喜歡美國 那麼古怪的 這個世界上是中國人才有的 我們馬上進去 今天 我猜出街會遲一點 希望大家原諒 這個就是我們的封面 為了急症和門診加價合理化 幸好現在 香港還未像大陸那樣 醫藥分家 不過我想都遲早了 你如果醫藥分家的話 那麼連藥 現在香港好像是一些特別的藥 他才會收費 還有一樣東西 好像有讀者說 現在的藥他都不給那麼久 我不知道 我是拓賴我身體是OK的 這個真是多謝我爸爸媽媽 我身體是 到現在年紀都差不多到六張 還有幾年 但是我身體還OK的 但是有些讀者留言就說現在 這個門診或者急症給的藥 已經是少過以前了 大家可以留言 看看我是不是記錯了 暫時還沒有醫藥分家 但是 很多 這個門診 就是我做醫管的朋友 都confirm 很多 這個 香港醫管局的藥 已經是 就是全部中國的藥 差不多是要入 就入到這個list 那藥有沒有那麼漂亮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猜就沒有那麼漂亮的 我猜而已 例如血壓藥那些 他應該都沒有說 別人美國那些那麼漂亮 當然要便宜的 大家記不記得 在這個疫情裡面 有一個香港人 他在上海 他帶不夠血壓藥 因為不奇怪 你 他一般想著去上海都是什麼 我也是兩個星期而已 怎麼勾解你 你勾勾了我整個月 他就跑去上海的藥房去問 大藥房 英文都不會 就是 因為香港買到的 通常都是 美國 或者是越南 製造的 但原本是 美國的 即是過了那個 PATON之後 其他地方去做 就很嚴重 後來又用順風 又叫救命 等等才能搞到 那顆血壓藥 就切細再切細再切細 所以 對於長期病患 是有些問題的 譬如說糖尿 你用沒有那麼漂亮的藥 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沒有辦法 誰叫你窮 是不是 你窮就硬上 很多醫生都這樣說 你 用原廠藥就好一點 不過 你用政府的就是這樣 現在就更加差 如果他用國內的話 這個是我說的 真的 你問醫生也是 醫生也是 你美國藥 或者其他地方的藥是好一點 因為香港的急症室太便宜 太過便宜 而且太過便宜 太就近醫院了 養成香港人 一度假期就看急症 浪費了多少錢 好像錢是他 稍後跟大家說 李家超就說香港 撿10間 開16間 其實我們在地產小專家說過 我們說過 第一個數據就不知道從哪裏來 後來就被人找到了 但實際 其實急症室是越來越多的 你看高登黃金就知道 我今早看回太子 我也看到 甚至我在合和附近 我也看到 但在合和附近是相對少 但以往是沒有的 以前是沒有的 在皇后大道東哪裏有急症室 對不對 雖然我不是香港人 我不是住在香港那邊 但幾個月 那頭我也會過一次 以往來說 我想除了當時沙士之外 皇后大道東 灣仔 在銅鑼灣 是沒有急症室的 沒有急症室 今早我也看到一間兩間 太子更加多了 太子 你轉進去 大家樂轉進去那裏 你就會看到很多是關門 很多很多關門 在太子地站出口 一出右手邊那間海鮮酒家 今天 今天 那間是幾十年 我九幾年搬到太子的時候已經在 之前跟大家報道過 一年前 就已經是倒閉了 剛才我剛剛走過 還沒有人租 差不多一年 都沒有人租 位置漂亮 一出地地站 右手邊就是 都沒有人租 你想一下情況多惡劣 大家螢光幕看到 不用說 黑德道 洛克道 大部份都是 蝕讓鋪 蝕讓鋪 酒吧更加不用說 酒吧更加不用說 稍後我們跟大家 說了其他新聞 先看看 書展 又開羅 7月17號 我納過一下 成人都好像還是30元 去不去 一般 暫時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最近那兩次我都沒有去 因為我之前有去 疫情之前 大家知道 很多內地書 很多很多的內地書 你說 新書的 其實我們每天都留意 網上 或者書局 不需要特意去書展 坦白說 剛剛我不是說 第二世大戰那本書 有三四個讀者都問我 拿了一個書名 很好看 為什麼呢 他是個鬼 我不知道鬼佬還是鬼婆寫的 這個人已經是死了 他有一件好處 他不是就這樣把事情寫下來 他是什麼呢 他是由頭到尾 他是 走訪了整個歐洲的那麼多國家 包括英國 當年不是現在 他已經死了 問人 甚至有一些政府的高官 令到他能夠完成這本書 不是只是記錄個事那麼簡單 他有他自己個人的看法 他也問了很多人民 譬如說去了英國 去了波蘭 去了法國 有些當時很老的政要 他也有訪問 用了很久的時間 才完成這本書 所以這本書很好看 你看納粹 當然他沒有訪問希特拉 他也沒有訪問 當時的蘇聯 但是他有訪問到德國 當然是幾十年之後 是一本 非常值得 值得大家看的書 問題是會不會去書展呢 我自己就一般 除非 一至五 不會太多人的時候 還要像以前那樣 在那條天橋轉幾個蛇餅 那你不要怨我 因為我 疫情之前去 不是說 那麼興奮 很多書我都 知道 很多書我都 見過 甚至在網上看過 因為現在網上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試願 你可以試讀 還有太多的內地書 很多很多內地書 一般來說 本本都是差不多 內地書我都有看 但是 一般 我想如果大家喜歡習思想就去 我想這次應該有很多習近平的書錄 我猜有很多很多 差不多有一個counter也不止 你一入場 就可能見到一個很大的習近平語錄 習思想 那些 我相信現在一定是 我想現在一定是 如果大家想去湊湊熱鬧的就過去吧 我自己就看看 如果不是真的太多人 一至五的可能會走一走 但是你說如果星期六日太多人就 沒有需要了 我們提一下王子 王子已經消失了 今天已經是6月26日 還有幾天 其實王子我個人覺得一樣 你還去問他 問過家族辦公室 別人怎麼回答你 大家成年人 知道什麼事了 你還問 是不是 不來 大家看到 家族辦公室的官網 就變成了跟林寶堅尼的家族成員合照 香港照片 全部沒有了 不要再問 香港的記者 其實你問 你是現收你自己 你不是 你不是令到人尷尬 是你尷尬 坦白說他五億 人家五億美金 都不投資下來 兩大漆頭 一個就是那個Elena Mack 一個就是工聯會鄧家彪那些 你打算動人家 你當人家傻的 王子雖然年輕而已 我想他年紀不大三十多歲 但是人家後面有些謀神 你以為王子真是傻的 你動人家的五億美金 跟著哄特區政府落搭 這是什麼所謂 你搭過雞棚 又不是搭得 有技巧的人 搭過雞棚搭出來就錯漏百出 那些壞事人家上網立刻看到了 誰會投資五億下來 不要問這些 我也醜 大哥 對 你自己看到還問你做什麼 病了就算了 是吧 這個叫做好消息的 迪士尼 迪士尼香港 還是未賺錢的 我記憶中他好像從未賺過錢 香港的迪士尼 只不過虧損收窄了很多 收窄了83% 他還是虧損的 虧損3.56億 即是2023年度 2022到2023就虧損 2023到2024年 虧損3.56億 但是也是虧損 其實這個正常的 因為你沒有疫情 你問我入場人次多不多 640萬 一年 一般 不算很多 其實這個很難說 你要多看一兩年 有沒有錢賺 這個很難說 但是如果你 入場人次 去到那麼多人 而你仍然都虧損的話 你的商業模式可能有些問題 這是我講的 你的商業模式可能是有問題的 喂 你現在640萬人次 差不多香港是 10個人裏面有8點多人 每年就去迪士尼 那你都還虧損? 是吧 那就是你的 你的商業模式可能有問題 我們講回封面 特首李家超 訪問的時候吹噓 雖然香港的商店 撿10間 不過開16間 很明顯你去高燈看已經不是 剛才我說的已經是 那間 在太子那間 我想大部分人都吃過 各位好處 但是一年之後 還是拉閘 從未出租過 接近一年了 還有幾個月一年了 問題就說 你撿10間是什麼 開16間是什麼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很快就被小記 踢爆了他報大數 這個我們知道 那盛智文呢 居然還說 李家超是 那麼多任 最好的特首 真是笑死人了 你問我比較好的 沒有一個特首我覺得是好的 比較好的 就是曾蔭權 比較好的 最壞一定是林鄭 肯定的 其他那些都不分 分離也沒有意思 但是問題就說 我們之前也說過 撿16間 那些是門市舖來的 開過的是什麼 可能是一個註冊公司 很多是空殼公司 我們也說過 為什麼 因為轉讓股權 去賣樓 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但是你將物業 轉讓出去的話 你就要交稅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 所以很多是用來做什麼 走法律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你切辣 你切辣 放水給那些大陸人 所以個個就在香港開公司 一定不讓他開的 但是那些是什麼來的 空殼公司 就是這樣 特首李家超還說 他上任之後就恢復正增長 笑死人 我們稍後看回數字 大家就知道 民調我們上星期說過 星島 零一 就說 星島的民調 民調指68%的受訪人 滿意李家超的表現 民調沒有交代受訪者是否香港居民 以及他的年齡、性別 或者學歷這些基本資料 我覺得星島做的 都不會不是香港人 但是問題我們上星期都說過 你用這樣的 引導性的問題 你如果說不滿意的 我相信都是68% 問題是相當有引導性 另外蘭桂坊的城志民 甚至還出來說 李家超是這麼多任特首最好的一位 你看看你自己的蘭桂坊 你這個蘭桂坊 已經是死禁一節 有什麼可以搞 香港只是充斥著這些人 說謊的 你自己蘭桂坊 你自己都知道什麼事 現在蘭桂坊 我朋友都說九點多鐘 已經很多 收舖了 九點多鐘很多人收舖了 根本沒有什麼鬼佬 剛才我見不見到呢 我見到一兩個 一兩個鬼佬 不過是老的 年輕的我見不到 已經是我們這樣的年紀了 已經是 一兩個鬼佬 但是你說 以往來講 中環真的有很多鬼佬 我去過很多次 那時候 有需要去到灣仔做事 一段時間 真的有很多鬼佬 很多地鐵站你就見到了 今天我見到的 一兩個 一兩個是 買著那包 上班等等 是這樣的 反而我見到最多是什麼 最多就是內地人 兩條人拿著行李箱來當去的那些 我都不知道他講什麼話 不知道是什麼話 那些不知道是不是國語來的 那些很重的北方口音 我 今早上見到很多 在這個灣仔地的站 灣仔地的站 去到皇后大路東 我見到很多 就是一對一對 兩個兩個有兩個女孩也有 兩個男人也有 一男一女也有 很多我走過去聽的那些 普通話不知道是什麼 普通話來的 我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 很重鄉音 不純正 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我也不想知道他講什麼 當來當去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這樣 雜誌社 雜誌社列了出來的 這些很容易查 香港 哪一個月份 有幾多間公司註冊 有幾多間公司解散 很清楚 其實如果你拿了一至五個月的總和 應該就1比1.1 一間 解散 有1.1間是註冊 但是 李家超在6月的時候 接受訪問 他就拿了個4月的數據出來 就說 一間解散 有 1.6間是註冊 就是說 10間倒閉 16間可以 好了 我6月問你 為什麼你不說5月或者1至5月 你要找個4月的出來呢 明顯 4月就是最好的 但是 你如果找2月的話 是1間倒閉 只有0.6間開業 是吧 但是大家都明白的 一定是 報喜不報憂 身為特首 一定要報喜不能夠報憂 但是剛才我們已經說了 很多都是什麼 倒閉那些 真的是實體店 但是 開業的那些 就是註冊一間 很多是空殼公司 因為你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有那麼多開業的話 為什麼那些店舖還在呢 沒有動過 喂 那些店舖 漂亮得無倫 是啊 為什麼這個 長江中心 Handerson那些 為什麼那麼多空置呢 因為註冊而已 給 幾百元就做到了 對不對 註冊而已 很簡單而已 但是沒有資本進來 用來做什麼 炒樓 租樓 很多 很多是這樣 走稅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定住來看 他 幾詳細的 4月份有多少間 公司解散多少間 這樣我就不重複了 李家超就 用了這個 司老闆那句 先有量 再有則 但是這句 現在用在香港 我只要說 就是說 你這幫香港人 就不要說人家窮遊 窮遊就好過沒有人 他只是這樣說而已 但是問題就說 現在香港不是沒有人來 是來的都是很窮 還是窮得很緊要的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這個問題就說 這個是 詩永青說的 喂 你都沒有量 何來有質 但是問題就說 你現在香港不是沒有量 是有人來 不過怎麼樣 來的人 差不多接近乞丐 甚至我都說過 有些是戴上帥袋 那些是乞丐 這是沒有用的 李家超的意思就是 你們香港的人 不要嫌三嫌四 好過沒有人來 其實 他九十幾歲生不了 他是女人 你結婚就娶他 也行 起碼你結婚了 雖然九十歲 好過說你黃老五 那行不行呢 不行啊 大哥 對不對 你二十幾三十歲 年輕遙遙 他嫁過八十歲 你怎樣也好 你都叫做結婚了 沒有用的 對不對 他八十歲 真的結婚也沒有用 告訴你 大家明白嗎 這個問題現在 他真是乞丐 不是開玩笑 你看現在來香港那些 大家看看小紅書 那些 真是那些 窮遊攻略 窮遊到來香港是花十元二十元 甚至一元都不用花 那時候如果有補貼 那時候不是有補貼來香港的 譬如看煙花那些 是一毫子都不用花 現在大家如果 剛才我看那些 內地人 真是 我想他是拿了一瓶水來的 走很久他都不吃東西 每人 我很多時候看到 在太子看到 就是拿著一個包 每個人拿著一個包 拿著一瓶水 這些來多都沒有用 對不對 你香港現在不是 沒有量 但問題是 完全沒有質 你看美斯尼那時候多厲害 你看美斯尼那時候 說那間 那個蘭桂坊是爆了的 好了 美斯被罵走了 罵走了 你現在特區政府要播 你要播的都是巴黎奧運 你試試播內地那些有沒有人看 彩你有味 對不對 這個 就是 啟德體育園 其實這個好像衛生巾那樣的物體 坦白說 他沒有造成之前我們已經說過 現在他為了要提供 啟德體育園 因為付了那麼多錢 其實這個東西等於什麼 等於當年的西舊 當時我們做中國民心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人看的 現在沒有什麼人看的 我當時就已經 吵架林鄭 我說你的西舊一定做乞丐 現在就是做乞丐 是不是做乞丐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全國中港都做乞丐 你現在西舊都還沒搞定 剛剛陳志思出來說 我們不是做地產 那你怎樣維持日常支出 你是多做一個 啟德體育園出來 這些大白象工程 坦白說 大球場不夠你用嗎 洪館不夠你用嗎 你是整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城市 現在特區政府就說有需要 如果預約場的 就叫人預約這裡 那洪館怎樣 那大球場怎樣 現在就是這樣 李家超就 等於我以前追女孩子 好的個個都追 就是說 什麼項目我都做 什麼 維港巨星會 沒有人來的嘛 你明白嗎 連中國那些都不來的嘛 剛剛 問題在這裡嘛 你都沒有人來 好好的有個美師被你罵走了 你還想逼鹹利呀 彩你有味呀 別人還跟你來呀 現在 是吧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 你酒吧街 你這些沒有鬼佬的一定死亡 你沒有鬼佬一定死亡 你現在中國來香港那些 他捨得晚上去酒吧街喝酒 我切實煲湯派街坊 真的不是說笑 你自己看這個不是我看的 你跟輕說的 你灣仔諾克道 尖沙咀 就是這個飲酒區 加上海濱那裏 多少吉舖 什麼厲害呢 Taylor Swift那些是厲害的 整個UK是反轉的 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會不會來呢 當然啦 楊玄雄就說沒有他電話 人家都不敢來啦 一會兒台獨份子就死亡 如果Taylor Swift被拘捕了 就大壞了 對不對 你沒有這些國際巨星 你現在做 拿一個 就是拿一個 播映權 都是什麼 都是巴黎奧運的 你試試你中國那些什麼體育盛事 有沒有人看 人家都傻了 送都不看 那就是這樣 你想想Taylor Swift 旋風式 掃了你UK 爆到九彩 說GDP增長得多厲害 整個倫敦 整個UK 大家就看 你沒有這些國際巨星 你沒得搞 就像Nichol Kidman 人家那部電影有少少反送中的一兩個鏡頭 你不可以在香港播這個Netflix 直接別人不敢來 這麼糟糕的 一兩個鏡頭會死嗎 對不對 不可以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看人家會不會來 蝙蝠俠那些會不會來 人家都傻了 怎麼會來你香港 怎麼會來你中國 你現在叫美斯去你中國 中國採你都傻了 你自己說臭吧 那其實 內地人 是不是沒有錢呢 絕對不是 這個是6月24號 自由亞洲 其實大量的日本商品 是被中國人買走的 為什麼 第一 第一現在日本Yen 只需便宜 第二日本商品 你看海南免稅區 五月份 只是買的人次跌16% 銀碼大跌三成八 在五月份 為什麼 你內地東西 你免稅又怎麼樣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去日本那幫人 和來香港那幫內地人 是完全兩幫人來的 我們說過很多次就不重複了 來香港花錢 不敢花錢 因為鏡頭影著 怎麼買LV呀 鏡頭影著 你買過20萬的袋呀 你買過30萬的Hermes 巴黎世家 但是去到日本 不會 當然是順手走資 所以 中國是不是沒有錢人 不是 還有很多 不過不來香港 他能夠來香港那些 你都沒有錢 你就去吧 你去哪 你去哪 對不對 現在有說很多來香港 那些密說兵城那些是走資的 這些不奇怪 對不對 我如果調到1000萬下來的 我1000萬裏面有500萬走到出國外的 那些錢都是我的 你的錢留在中國或者香港的錢就是個黨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第一季 中國去日本旅遊的人數是超過110萬人 大升8倍 但是很難說 因為前年還有疫情 消費金額去到150億人民幣 人均消費 13,900 人民幣 厲害嗎 13,900人民幣 你看看來香港 139也沒有 你就知道是兩幫人 不關事 香港什麼服務態度不好 完全不關事 是兩幫人 這幫人 可能是紅二代 或者是中產以上的那些 真的有錢的那些 但是來香港那些全部窮西 你現在那些在中環撞倒 在太子撞倒那些 兩國王勾勾頭 頭惡惡那些 那些就窮西 看到的 一看的樣子就知道 頭惡惡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車子品牌 在日本購買的 比中國 比中國便宜百分之十 至五十 這個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想想一下 一個兩萬元的包包 日本現在便宜三四千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人民幣現在都跌 另外這個 免稅龍頭中國中免 你見到股價更可怕 2021年最高是403.78元 那前兩天多少錢呢 64.66元 大跌84% 那就是這樣 跟進回 原來這個願榮剛歸香港的 創作團隊 DGX Music 剛剛在星期日 說了 原來這個願榮剛歸香港的 EDITION 2023年版本 已經重新在SPOTIFY 和KKBOX上架 我相信一件事 除了你說 在香港某些之外 別人沒有辦法可以按到 你SPOTIFY 是美國上市的 KKBOX我不知道比較少看 他怎麼會容許你 香港整個禁制令 就不給一首歌上市 這個不可能的事 大家看到了 月榮剛 2023年的EDITION 會在各大平台 包括YOUTUBE 重新上架 甚至還有 10個版本 例如管弦樂 交響樂 清唱之類 另外 在YOUTUBE 亦都建立了 最新的播放清單 所以 即使在香港 你都未必可以 你想禁止他都未必可以 何況在外國 根本這個不可能 今天就好像 超時 說到 46分鐘 才購買這個廣告 盡量看看今晚 可不可以放一個文章上去 因為 今天也挺累 待會還要做一個 還要做一個收費節目 盡量 如果不是就可以明天放也行 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我們6月份 YOUTUBE投資筆記 或者是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N STOCK MARKET WEEKLY 連結就在下面 說回我們的封面 盧寵謀 計算疫情之中 林鄭和陳肇始 關於疫情 被人罵得最多的一個 就是盧寵謀 中間有一段時間 疫情之後 沒有了 現在袁國勇也出來了 好了 現在他又來了 其實這傢伙說話 都是開口盯著你的 真的沒得搞 現在我們說過很多次 公立醫院 悶診急診 是一定加你的 是一定加的 我自己估計 當然70歲以上他就說不加的 我自己估計 這個急診室 會是180元 加到最少 280元 絕對不會加50元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盧寵謀當然要出來 很快 就會開這個 就是 他推出一個 大家一起討論的東西 之餘之類的 三個月 為期三個月 簡單說他就說 他一定要 做些事情 合理化加價 是吧 大家都明白 現在能夠說的話 我呢 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 雖然加了你們的錢 不過 我把加了的錢 調過去 給那些重症的去看 令到重症要給的治療費封定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一件好事 基本上是一件好事 但是問題就說 你現在特區政府最大的問題 我們有說過幾件事 第一件事 你香港的醫生人工太高 人工太高了 有些讀者留言 連英國的醫生人工 當然是算當地的紙稅 不是以同一個紙稅來算 人家始終都是什麼 始終都是出英鎊 或者是美金 或者是澳洲 美國才算 以當地的紙稅計 香港的醫生人工 是很高的 盧寵某幾千一個月就知道 幾十萬一個月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的 香港醫生 工作量大 又要做行政工作 為什麼人家美國 美國 英國 歐洲 澳洲 也可以呢 對 為什麼人家也可以呢 為什麼你又不行呢 這件事你要學習 他又不會學習 個個都不同 為什麼人家新加坡也可以呢 問題就是 你說稅收高一點 其實我們不介意 問題就是我給那麼多稅 是不是真的做到別人的老友所依 說我退休之後 例如我朋友在美國 他67年退休 他說 無論Pension 無論醫療在美國 他都沒有投訴 OK的 他說有很多東西 手術那些是很高質素的 雖然交了那麼多稅 那麼多年 但是拿回那麼多東西 例如你說台灣 我的朋友在台灣 他也是OK的 都是OK的 問題就是 你在香港 你現在很多人交稅強積金 實際上你是不是拿回相對的東西呢 我覺得是不過不失 但是就不可以這麼說話 他說 現在的急政室 輕政的佔整體六成 每年 浪費了20億 公帑 他說現在香港人 你是輕症的 你就走去看急症 令到香港沒有了20億的公帑 他說如果用來 避免重症患者 因病自貧 這個我是很不同意 為什麼 喂 大哥 我怎麼知道那件事是輕還是重 很簡單 疫情裏面 我聽過有一個媽媽 他說他兒子 六七歲 燒到三十七度半 那他去不去急症室呢 你都可以說他輕症的 最後醫生給Panadol 都是Panadol 那算不算是輕症呢 你怎麼回答我 反過來不要那麼複雜 你勞重貿的兒子 如果你有個七八歲的兒子 那你是給他看急症 如果是星期六日 還是只是給Panadol 你說話不公道嘛 老人家 屈起腳 胃不舒服 頭暈 血壓高了 那你跟他看什麼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沒有 外面沒有 沒有這個星期六日沒有醫生的話 那婆婆 或者公公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都整八十歲 我當然是去看急症 對不對 我供了幾十年 交了多少年稅 看急症都不行 那就是這樣 現在是 大家明白嗎 這個問題在這裡 老重貿 我交了這麼多年稅 我八十歲了 喂 我有一點點頭暈 屈起腳 看急症不行 那我就不能交稅了 行不行 說話不公道嘛 你整個醫療系統 根本就臃腫到 大部分人工高到媽媽都不行 就是那些什麼泛紅寧那些有什麼用的那些人 那些什麼兜巴星那些有什麼用的那些人 人工很高 現在那些內地護士來到 我朋友都說 根本上是幫不了手的 幫頭幫美前線完全做不到 照出三四萬一個月 就是這樣的 那你哪有得玩的 那你賴香港人 其實沒有意思的 我們剛才也說過 你英美澳洲 加拿大 有沒有聽過別人醫療部長甚至是台灣 你的人濫用急症室從沒聽過 幾十年我都沒聽過 在香港天天聽 當時這個 當時 陳肇始也說過 這麼糟糕的 喂 難道真的沒有病 我去急症室嗎 真的時間有多嗎 對嗎 不是這樣說話嘛 有些事情是你們自己做得不好 不要壞別人 市民交足稅 你說現在加稅 坦白說一句 市民都要給的 就是我局在香港 是不是 市民加稅我都要給的 我加了稅 是不是給我相對的服務 不是 你拿到的錢都是中飽私囊 大家都明白 你國安又要多少錢 國安是不用說的 一會說這個七一回歸 又有大量的警力 這個OT 沒有人遊行 這條街是沒有人的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警力呢 你看是不是 那些錢又去了那裏 又去了幾千萬 那些就不浪費 這些不是這樣做事嘛 他右手邊 怎麼說呢 香港市民 是不是都要用急症室 基本上急症室佔了六成 六成 即是說一百個人看急症 他覺得那六十個人都不用看急症 有沒有那麼誇張 香港人 不是用手指 去看急症 我想不會啦 香港人 他說每年 花超過二十億是浪費了的 他有說的 醫護就二十四小時輪班 一樓也是的 由我出生到現在也是的 還要幫你做CT 他說 幫你照一照CT 成本是二千四百元 不過你們呢 就只收一百八十元 大家都明白 很多老人家他整套做完的 嚴血啊 這個香港 不是香港這一班官做得好 是當時英國人做得好 是當時英國人做得好 不關這班人的事 每年 一百三十萬人 是次緊急和非緊急 輕症 所以 浪費了那些資源 勞寵貿還這樣說 要他們付出時間成本 等到你們就糟糕 不是辦法 那又怎樣 病人越多 需要越大的後診區 又要 跟你計算 又要給你水 又要給你洗廁所 看護壓力又大 人逼人又異於交叉感染 那你就刪勾一半 如果這樣 你說到這麼晦氣就不要做 那你為什麼要做 那不如你不要做 因為人工高 人工超高 坦白說那些錢都不是你們 香港市民而已 輕症都是由急症醫生去看 都是政府的成本 政府的成本是人民交的稅 你不要搞錯 那個老伯 你老美 二十幾歲在香港 交了五十幾年歲 喂我有少少 有少少血壓 血壓高 我走來看急症 你說我浪費資源 那個老伯不屌遲你 是不是進了棺材才看 不是這樣說話 不要這樣說話 就是說 他說 故意濫用佔少數 就是說 你也是濫用 不過你不是故意 因為急症室太便宜 太方便了 就會 使得市民 假日不適 看急症 不是他看什麼呢 看什麼 看門診 看門診 你隨時都跟他說過 你回家自己 自己 吃Panadol就行了 你門診也不用看 行不行 是不是 不是這樣說話 你看到我就打過問號在 你好像現在撤了一塊肉 錢不是你的老蟲貓 你自己 主理那間深圳 廣大醫院 虧得媽媽都不能認得 這些人不要說 對不對 醫管局三個月裏面就會交系統性的檢討報告 看看用什麼辦法改善 你不用想就行了 一定會加 還有 他說 問責下台就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說問責也不用 下台也不用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怎麼樣 如果醫生 留下那支管 留下鉗那些 你純粹下台 和你罵他解決不了問題 那再留鉗 再留管 是不是這樣 不是嘛 怎麼會解決不了問題 你想想你香港 他自己也會說 你根本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一個醫學美容的案件 六七年 才說去開體 人工又高 你說壓力大 多少醫生 出來做六七年 跟著出去掛牌 很多醫生就是這樣 那你就造成人工高 我告訴你 我們也說過 假如 你現在急症收280 我可以告訴你 你加100 外面的就加150 肯定我 是啊 你急症加100 外面的就加150 那你叫市民去哪裡看呢 對不對 坦白說句 我有去過看急症 我亦都有去過看門診 其實兩邊都有人 兩邊都多人 真的 我覺得說話不是這樣說嘛 全部都是納稅人來的 是不是 內地來的那些我不知道 內地拿到身份證那些 那些好啊 不過不是啊 內地很多都是免費的 很多內地看都是便宜的 這些是很便宜的 因為你是那個地方的公民來的嘛 剛才就說了 七一沒有遊行 不過你不要想著 他有外國勢力 然後 全部區裏面大量的警員國安 圍住了這個金字經廣場 灣仔天橋 銅鑼灣 特別是太古廣場 之前發生過事的那些地方 他就圍住了 那就大量的錢 那邊有 那邊有 有港獨 整班人在這裏 那邊什麼人都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 風都沒有一陣 又出大量的OT 又出什麼劍齒虎 那些不知膽的東西 就像神經病的病人一樣 現在特區政府就是 跟神經病的病人是沒有分別的 說沒有錢呀 但是 那邊有港獨 那邊外國勢力 這樣呢 又有一班 警員出來 又OT 正 然後另外 那你急症加價 你濫用呀 好像神經病的病人一樣 你七一都說沒有遊行 還不夠安全呀 不行 還有外國勢力 虎視眈眈 外國勢力是誰 不告訴你 總而言之我見到你 你見不到吹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早已經說 2019年開始 不好意思 我已經沒有能力攻強積金 對不起 這五年我都沒有節省多少 即是起什麼慶 你香港現在都借了 整個經濟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你居然要回答這些問題 什麼 撿十間開十六間 以往特區政府哪會有 哪會有特首回答這些問題 對不對 以前港英年代更加不會有 對不對 每一個 最壞的那個 丙腳鴨 越南船民 你香港的經濟都是 巴巴聲 你看現在這幾年 最壞是林鄭 比較好的就是 Donald 是這麼多 你看到什麼李家超 明天 率領特區政府代表 去廣州 出席這個 右越港合作 聯席會議 從來沒有對香港有好處 就是什麼 吸血 又吸血 看看怎樣吸血上去 每一次開會回來之後都沒有好一宜香港 兩年來都是這樣 好了右手邊 還離奇 民建聯說八月份 我要去山東退休 大家知道立法會就會放暑假 什麼叫做去山東退休 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 討論未來發展工作計劃 他就說 19個立法會議員都會參加 那我想問一件事 你要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 討論未來發展和工作計劃 為什麼要去山東 在香港不行嗎 你不要忘記你們用的是公帑 為什麼要去山東談 不是在香港談 香港很多東西會令我分心 你關掉手機就可以了 對嗎 開會關掉手機 不要開電視 坐完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去山東 山東你關掉電話的 不上網的 不是瘋狂的 這是公帑來的 你多少人 加上19個立法會議員 你想想 幾十個人 又坐飛機又吃飯又住酒店 就是討論過去一年工作 你不要上月球討論 是嗎 真是瘋狂的 另外這個張國軍又走 你是副律政司來的 你走去新疆出席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已經收皮了 一帶一路關你的律政司什麼事呢 你是副律政司來的 你想去談什麼呢 我真是不明白 你是做法律的 一帶一路 不是由你去談 你律政司來的 雖然是副的 思議 要是從學會議的 何以為 disparチーム 也不知要為何 我不知道你要做甚麼 那麼久以來 香港不會給紓上任何好處 還有 還有 梁振英還離奇 居然帶同2,800萬的物資 穿州過省 帶一大班的香港義工 去紅刀拉斯幹什麼? 滅蚊? 你真是不得他死 因為當地爆了燈甲營 人家滅蚊關你什麼事? 大家不要忘記 你首先要去深圳機場 接著你搭航班21小時 飛去墨西哥 一般都是 你先去墨西哥 才過加拿大 接著去墨西哥 還要等半天 再飛3小時 才去到紅刀拉斯 紅刀拉斯現在不是打仗 它只是蚊多 那為什麼要一個萬里之外的地方 去送一些滅蚊的物資過去呢? 那你紅刀拉斯 老實說一句 你問墨西哥和加拿大 或者是美國 可以不可以呢? 在你旁邊而已 起碼都近很多 你想起來也不合理 你計算成本是不合理的 你滅蚊而已 其實問題 為什麼梁振英 可以離開到香港呢? 因為紅刀拉斯 和中國是邦交國 就是你走不到 剛剛建交了一年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卡斯特羅嗎? 記得嗎? 當時就是要24.5億 叫台灣給他 台灣不肯 然後跟台灣斷交 跟台灣斷交之後 欠台灣182億台幣 即是6億美金 接著 中國答應他 我給50億美金 但我們在資訊裡收到 習主席只給了5千萬美金 這次就找梁振英 我們中國都叫關心你 根本是多鞠魚 你滅蚊那些 不用你香港送嗎? 人家大把 做一些無無畏畏的事情 這樣也好 梁振英屈了香港這麼久 你猜你讓梁振英去英國嗎? 不會的 歐洲嗎?不會的 因為紅刀拉斯是邦交國 等於比林鄭去新加坡一樣 對嗎? 我們講這個磅友 陳國基 我告訴你 他真是九成九 做下一任特首 你看一件事 他又不怕你笑 你又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還是假是不知道 陳國基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他說 香港人北上消費 反映認同和愛國 那我就吃牛扒 我看Netflix 那我又愛美國嗎? 你都傻的 對不對? 我老闆以前 都喜歡吃扁皮鴨 那他又愛美國 他又愛中國 你想想一件事 他不是無處不理由 他不是無處不理由 他是無處不上位 我又不怕你笑 這件事他真的有做漢奸的本錢 真的 我經常說 日本人在香港 他不做漢奸就殺了他 另外右邊還刁鑽 他說6月1日到5日 在維園舉辦的家鄉市集裏 他才知道原來 梅州是有梅菜 他才知道梅州有梅菜 清遠有雞 有哪個地方是沒有雞的呢? 我想問一下 我不是說那些性工作者 我是說真的有毛有翼會飛的那些雞 當然現在的雞都不會飛的 真的連青遠雞都不會 梅州有梅菜都不知道 我也不覺得他不知道 不過問題是 他說這些事情 那就是無處不上位 我說任何事情都有機會抓到我上位 你就笑我 最重要是上面讚我 有個好印象 也不會引起大家太大的反響 所以我告訴你 下一任為特首 他的機會很高 他現在一定是做政務司 我們也要說一下這個47人案 很快就 現在全部求情 我估計 十月到 十一月 應該都判到 判到刑 突然之間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 黃繼明 即是刑光莫這個 他就說 不如這樣吧 法庭三年為量刑起點 刑罪扣減兩年 有沒有可能呢 三刑 他是代表戴耀廷的 三年為量刑起點 即是現在可以放得了 因為他們 有沒有得扣減刑 我不知道 這個顛覆國家 現在呢 我就沒聽過有的在中國 不知道 可能有都不出奇 在香港 不知道 但是在國內是沒有的 如果你說 三年是量刑起點 認罪 戴耀廷是認罪的 那為什麼戴耀廷認罪呢 其實 這個是相當神奇的 你犯了什麼罪呢 對不對 即是你認國安法 如果是普通法 我們也說過 他沒有罪 雖然他做什麼雷動計劃 等等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單看這個 47人案裡面 如果是普通法 他沒有罪 國安法當然有罪 但是國安法 老實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還沒審 但是戴耀廷認罪 你認罪已經有問題 是吧 坦白說一句 很多外國人 共產黨經常用這招 我沒有迫他 他認罪 當你一認罪的時候 沒有人幫到你 即是老共可以說一句 他認罪 最厲害這招 找自己人指控自己人 這個 我已經覺得是 即是輸生造反三年不成 不算 他都 無論如何都好 坐了三年 他是組織者 簡單說句 他的刑罰應該就不小 突然之間 即是說這句 喂 不如兩刑起點是三年 三年為兩刑起點 認罪扣減就兩年 這個是 我看到已經這麼神奇 是吧 那些官 因為他們正在做求情 所以氣氛是比較輕鬆 那些官就說 如果我判戴耀廷三年 控方一定會上訴 一般來說 法官不應該說這些 我是法官 我就應該用我覺得的去判 你上不上訴是你的事 現在其實你看看最惡那個不是官 是控方 即是特區政府 或者是警方 不是官最惡 現在在庭上 就好像中共一樣 就不是官最惡 官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角色 最惡就是控方 即是政府 或者警方 他居然 現在控方 即是最大的那個 就說 可以將被告分為不同的刑期等級 如果他是屬於組織者 即是首要分子 應該判無期徒刑 或者最少十年監禁 那你就會知道 我們之前說的那些人 就是黃之鋒 或者是戴耀廷那些 是有機會 是無期徒刑 即是坐死監 或者最少十年 或者十幾年 這個我不知道 那法官就問過控方 你看看法官還怕過控方 比較難 你現在看看哪個最惡 最惡是控方 不是官 即是好像周星馳的審死官 最惡就是控方 而不是官 你不是看到一件事 整個法律根本已經是廢了武功 整個法律制度已經是廢了武功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李戴耀廷現在居然說 他自己不是首要份子 喂 在這個2014年 雨傘運動 佔領中環 現在的Youtube還有 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你不是首要份子 剛剛 雷動計劃 這個47人案 那個 組織 這個戴耀廷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你不是最主要份子 那誰是呢 我想問一下 現在問題在這裏 所以我經常說 書生造反 三年不成 不過 坦白說 今次戴耀廷那些 你都不用搞了 反維那次政總 就是說 學民思潮包圍政總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你答應了香港 憲法有普選 你最後都沒有 所以學民思潮就包圍這個政總 其實你問他有沒有錯 很難說他有沒有錯 因為你特區政府自己都不守承諾 你憲法寫了 你現在拿基本法出來還有 有的 其實是還寫著的 那香港現在有沒有普選 沒有 對 對 問題就在這裏 那你戴耀廷你又認罪 然後現在突然說 你不是主要的組織人物 那即是怎樣呢 我不知道你想怎樣 現在是 你是參與的 你是年輕人 那47人案的細節 是誰想出來的 雷動計劃是誰做的 佔領中環 雖然 雙學後來有很多 很多大家不適合的事情 很多事情 但 問題是 從頭到尾 最先的始終 一定是戴耀廷搞出來的 一定是戴耀廷想出來的 不要說搞出來 是想出來的 那即是怎樣呢 那你又認罪 即是我不知道怎樣支持你 你認罪的 大哥 是吧 組織者 這個控方說得很清楚 他說 組織者 必屬首要分子 那即是告訴你 他現在根據國安法 判處無期徒刑 或者最少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就是 最大頭的 即是 組織者 參與積極的 三年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即是我們之前說的 七年左右 其他 參加者 就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那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真的 那就是說 有機會有些人 當庭要釋放 其實 當庭要釋放 三年以下 是吧 好了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李于迅 李于迅 現在 是不是可以離開香港 我相信 不是 仍然那個 護照 是扣留著 為什麼 因為當時 鍾翰林 周庭 都是什麼 都已經坐了 已經 護照 仍然都是什麼 在警方那裡 每個月要去報道一次 不是給你護照 是一直延伸 所以 其實即使 判你三年之下 有期徒刑 可以讓你多坐半個月走 都好 你也是不會離開香港 你也是沒有護照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李于迅 就知道 你看鍾翰林 你看周庭當時就知道 那麼法官就問 喂 怎樣分這三類 大佬 控方就說 有難度 喂 你就是難度我而已 那你說的大佬 是吧 還有呢 控方說 三名犯人 歐樂軒 趙家賢 就是咬脫耳仔那個 還有中錦麟呢 都有協助控方 就是什麼 就是咬背脊 林景南那些都是 應該可以獲減刑 大家認為呢 我告訴你 是等上面判的 跟控方都無關 中聯辦都要問 何況李控方 是吧 所以大家 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 如果控方是這樣說的話 戴耀廷 黃之鋒 等等 我想都不用想 或者林卓廷 那些 我們講過很多次 不再重複了 那些 你只是 看看有沒有人 要無期徒應 就是這樣 我們說回 跟著幾宗國際消息 今天的節目就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6月24日 我們 習主席 會見了波蘭的總統 到達 仍可見到 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東門外面的廣場 跟這個導彈 舉行歡迎儀式 跟著 中國政府就說 宣佈向波蘭的公民 實施這個15日單邊 免簽證政策 就是說 你來香港 你來中國 旅遊15日內 不用簽證 那就叫單邊 問題就說 中國想跟他談什麼呢 就是想 吉利 在波蘭設廠 大家之前說過 匈牙利那些 問題很簡單 就是我在這裡設廠 跟著在你 賣回去給歐盟 那就不當什麼呢 不當是中國入口 即是當你本地生產 其實這個問題 跟當時想著在 墨西哥設廠是沒有分別的 我現在是墨西哥 那你就不要當我中國了 你就不要收我關稅了 但是他會用回一帶一路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什麼 所有的原材料 工人 零件 能夠出的 甚至連米飯 能夠出的 都是中國出的 是所有的經濟利益 都不會帶給你波蘭 波蘭人口不少 有三千多萬 有三千多萬人 波蘭人口不少 另外他的經濟數據一般 不是太差 也不是太好 這樣就可以過到歐盟 我想就沒那麼簡單 另外中國威迫利誘德國 希望德國 就叫歐盟 取消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 跟他交換什麼呢 就說他是降低 歐洲入中國的電動車的關稅 現在歐洲入中國的車是收15%的關稅 就說我會降低 你叫 你德國叫歐盟 不要加我關稅 喂 你降低 為什麼要叫 我不加你關稅呢 大家要明白 很簡單 歐盟已經定了下來 他已經定了 7月4日 他不會退回頭 已經公佈了 德國已經是 你德國大了 當然有些好處給他 其實我們要說 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你究竟現在 是不是真的歐盟的車 進入中國 可以先賣到 不是 大哥 現在最大問題是什麼 喂 你全部補貼 國內的車就補貼 出去的車就補貼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別人叫你不要做 你是要做 別人叫了你的 為什麼今天香港和中國 搞到今天 就是今天今時 你中國這麼多人 現在全部失業 整個樓宇散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四個字 動態清零 人家叫了你不要搞 你不要搞 大哥 香港也是不要搞 你們不要說三道四 這些是我們內政 人家叫了你不要搞 香港 2022年中 人家開了 大哥 你差不多全民 不是全民免疫 是全民中招 你還不開 死也不開 是要等到11月12月 人家叫了你不要搞 現在四處去求 香港四處去求 東盟 左求又去英國又去美國 不敢讓別人知道 現在中國一樣 人家叫你不要搞 動態清零 是要搞 搞到國家五爐七雙 沒有錢 然後叫你不要幫俄羅斯 我是要幫俄羅斯 大家看到 在網上看到 有些攬頭攬頸和金正恩 但是一開會的時候 普京在搞個麥克風 金正恩 靜眼都不看你普京 我又在搞個麥克風 金與正沒有出席 為什麼 你當金正恩是傻的 你有錢的時候 你威武的時候 你不來看我金正恩 你現在無路可逃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壯大聲勢 你當肥仔金是傻的 肥仔金也不知道多聰明 頭腦是多聰明 所以這些不是結盟 你不來看你 普京想做什麼 告訴人 我們三個都是窮的 中國又窮 現在普京又窮 北韓又窮 我們三個窮的站在一起 沒有用 你看看貌合神力 你在裡面一開會 他正眼都不看你 金正恩 普京又不看你 年輕人都未戒奶 那你不要來嘛 對不對 現在不是普京那些天下 你已經老了 習主席多少歲 七十幾歲 現在是肥仔那些天下 對嗎 對嗎 四十而已 金與正好像三十六七 正眼人都不看你 可能過多五年 你唐尿已經死了 出奇嗎 不出奇 你想想一件事 金正恩可以活多十年的機會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你習主席七十幾歲 你普京又七十幾歲 哪個機會大 是吧 是吧 人家知道的 你以為是金正恩 是吧 可以 大家叫了那些 記者來拍照的 在機場就攬頭攬鏡 一進去開會 正眼都不看你 人家簽什麼協議 收皮 李強在達旭斯論壇 就說中國今年 可以做到百分之五的增長 一定行 為什麼說出來 去年也是 連統計部都還沒計出來 他已經說百分之五 所以一定行 不用懷疑 拜登老爺 一直都出招 查這個 中國移動 中國電訊 和中國聯通 怕這個數據傳到北京 這個肯定是 很快這三間公司都要離開 雖然生意不大 但是我想都會趕走過來 最尾這個我們一次過說完 首先一件事 你看到 這個 Nicholas Burns 我們之前說 這個 Gurgle May 即是 香港領事 我們說過 這個Nicholas Burns 就是這個 中國 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他現在都很直接地說 你習近平 不守承諾 不守承諾 喂 你說明的 你當時說明 大家兩個國家是和平共處 但是你現在煽動中國民眾反美 還有之前有四個教師 在這個中國遇襲 但是 中國是沒有報導過 剛剛就是 有一對日本的母子 在這個蘇州 又是被中國人斬 就是煽動這些所謂的仇愛情緒 令到他保住自己的位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是當年毛澤東 Exactly的做法 不過那個是文革 那個就是文革 一樣的 沒有分別 本質素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 大家看到右邊 美國佬 從來都不會推翻你的政黨 或者你的國家 當時美國 如果整個拿了日本 日本是沒有辦法說任何事情 當時歐洲國家 如果美國佬要拿 誰都可以 因為沒有美國佬 根本整個歐洲淪陷了 但是美國不是這樣做 為什麼 民意沒有叫你這樣做 美國很簡單 現在和中國 或者以前和蘇聯都是 我和你一刀割開它 河水不犯井水 現在美國做的事很簡單 我們的晶片 不會賣給你 你的東西不賣給我 不要緊 你出聲就可以了 我和你不做生意 不想有這麼多來往 等於很多年前 蘇聯是很厲害的 蘇聯經濟是很厲害的 美國 我不和你做生意 這麼多年後 都是有些麥當勞 反為歐盟 因為他有便宜的天然氣 加上這個石油 慢慢和普京做生意 這樣就養大了普京 普京一有錢 就打你 就是這樣 所以美國的策略很簡單 我要你做乞丐 我不和你做生意 你就按不出樣 所以為什麼 幸好美國人 一直掀著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有錢 這次你就糟糕了 我告訴你 俄羅斯 即我們偉大的祖國 加上北韓 加上伊朗 如果他們有錢 或者出一個偉大的領導人 如希特拉 老早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然我們習主席的偉大 他是仁慈的人 我是不會打仗的 說是這麼說 所以問題 19年我已經說過 美國人是不會推翻你共產黨的 你共產黨與我無關 你不要搞到我美國人就可以了 你就去搞德國 你去搞英國 搞這個 德國 英國 法國 俄羅斯 這些不關美國人的事 總而言之你搞到他 搞到美國就不行 你不搞我的 我告訴你什麼黨 很簡單 緬甸就是了 緬甸死多少人 前兩年 美國人你都沒有理過 所以最後 如果共產黨收工 一定是自己收工的 是人民搞到他收工的 美國人不會搞壞你共產黨的 你今天還有 你今天還有 俄羅斯 還有北韓 還有越南 美國人如果要捏死你越南話 也沒有 所以美國是不會 搞壞你共產黨的 只不過是我跟你一刀兩斷 盡量不要跟你有縫 不給你錢 讓你做乞丐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現在是下午的3點15分 港股下跌5點 恆指18,067點 成交是很低很低 770億 美金對人民幣是7.27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看今晚的情況 盡量放 如果放不到 明天放回文章 網誌 大家可以看到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YouTube投資筆記 六月份 美股收費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六月份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大家有興趣還可以訂閱 這個六月份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銀行帳戶 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 和PayPal帳戶 不變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就行 大家電郵給我 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 今天是星期三 祝大家星期三愉快 我們香港財經爐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